这是一个刚下过雨的周末 孩子们运气很好 在连续阴雨的日子里 下逢周末放晴 得以出行 今天我们要从台北最靠北的北头 去往南面 紧挨着台北市的新店碧坛 大家好 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 因为爱情嫁来台湾 因为家庭和孩子 留在台北生活 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 现在是两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夫 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亲子日常 我们刚到站 就有一个小朋友 因为在家里不肯睡觉 而此刻在闹睡觉要抱抱 因为出发前立下规矩说 在家里不睡觉 出门走累了 就没有抱抱 一直以至于一路都在哭恼 出了捷印站 没走多久 就到碧坛吊桥 走上吊桥 踩几步 就感觉地震了 哦 这桥好正哦 这桥怎么那么可怕 停下来一看 似乎租船就在桥下 虽然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在河对面 但是时间上早 能晚一点过桥就晚一点过桥 先坐船缓缓吧 这里的船分脚踏船和电动船两种 来之前想多了 还在考虑要不要手划船 根据现场情况 最后租了脚踏船来活动一下筋骨 没想到穿旧身衣又是一般折腾 最后还动用了物欲 你看你已经传起来了 好了 你要传起来了 其实我们家通常是我扮黑脸 这次看到白脸也忍不住出手了 心里竟然有一丝莫名的暗爽 当时正是落日时分 碧潭风景显得特别优美 湖面剥光零零 两岸郁郁葱葱 碧潭风景相较于之前在上海 全家人在康建公园的划船环境 感觉现在简直像是豪华邮轮 而之前是小山版 只是靠人力脚踏的绿色能源小船 行驶起来还是挺累的 踩上一会儿就全身湿透了 亏我还有一双那么粗的腿 幸好妇女能顶饭边天 轮换之下 看着周围优美的风景 还是很惬意的 绕过了小赤壁 我们就准备回头至岸 因为实际四人 而能踩的只有两人 却坐着六人坐的船 实在是踩不动的 在岸边稍微走了一下 让我似乎有种置身于上海 陆家嘴冰江大道的感觉 同样岸边宽阔的人情步道 望着江景 非常适合遛孩子 并且碧潭岸边的楼梯走上去 还有一条美食长廊 非常适合踩完脚踏船后 坐着狗连残船一下吃点东西 找了一家点了一份岩苏鸡 要一百星台币 似乎这里物价不便宜 接下去 该面对的始终还是要面对 酷似地震体验的碧潭吊桥 终究还是需要跨过去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是在桥的对面 真正踏上了吊桥 看着两边的景色 倒是也没有特别害怕了 或许就是台湾人所说的 震着震着就习惯了 原来真正适应台湾生活 必须先走一次 碧潭吊桥啊 来到桥的另一头往前走 就看到乌泱泱的一群人 看来这里就是今天的集合点了 而这群人的目的地 正是要前往里面的河美山步道 观赏灵火虫 我们才去超市买了个水 出来发现大部队已经出发了 询问才知道 此趟提前报名的 由台湾自然科技学会 主办的灵火虫夜观活动 其实可以自行前往 活动方只是在沿途 安排了工作人员 指路与说明 按照指引来到登山口 发现离彻底天黑 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决定回头吃点东西再上山 再次从登山口上山 没走多久 就完全置身于一片漆黑中 这座河美山很神奇 明明离人间很近 但又似不沾人间烟火 不知道当日是没有月光 还是被树木遮蔽了 夜晚走在其中 完全看不到一丝 非自然界的光亮 河美山属于非常便捷的 观看萤火虫地点 公共交通 加上双腿稍稍步行 就能抵达 据说是从2000年开始 保护萤火虫 定时会来清除废弃物 及整理地形 构筑株栖栖地 并在2007年起 铺设生态石板 让游客与萤火虫 虫软分道 迄今为止 仍在继续这项环保工程 而次项赏萤火动 也于2008年 第一次开始至今 已经有26个年头了 并且有附近社区居民 配合熄灭霓虹灯 甚至在除草时 也有非常详细的规范 要求植被保留一定高度 除草前用吹叶机 也会保留一定厚度的枯叶 使土地保湿 这样多方面的努力 才能造就了河美山 这样一个都会区 就能观看萤火虫的生态环境 对于看萤火虫 我还是非常兴奋的 说真的 从小到大 除了去年回上海 竟然有在我住的 非常平民的小区草丛里 看到过萤火虫外 从来没有在自然界里 看到过萤火虫 哦 有耶 哇 上海竟然有萤火虫 我们走没多久 就到了赏银处 其实赏银的注意事项还不少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光害 现场不能使用手电筒 不然会妨碍萤火虫的交配 想想也对了 大家都喜欢关了灯嘛 有些遗憾的是 此处的萤火虫 从期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也是时有星光闪烁 但难以看到像摄影作品里的 满地心寒 更遗憾的是 在此次赏银过程中 观察到不少 不怎么遵守规则的个体 有让孩子穿闪闪鞋的 有拍照开闪光灯的 趁着再要离开的时候 看到一处有人在用帽子捕捉萤火虫 要不是现场乌漆骂黑 身手不见五指 我早就一招如来神掌拍死它了 没想到之后 我也被果果教育了一堂环保课 起因是路上壮壮吃了香蕉 我说香蕉皮是有机物 可在自然界中分解 丢在草地里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被果果严厉制止 并化身为山的女儿 说出了三大原因 一 生态环境不同 细菌种类和分解能力不同 也就是此处没出现过香蕉的话 香蕉皮不一定能自然分解 二 当地没见过香蕉皮的动物 误实了可能造成肠胃不适 食物中毒 三 随意丢弃可能会使爱吃香蕉皮的动物 发生迁徙 改变整个生态 那大家记住了吗 可别辜负了我一番反面教材的动心良苦 就这样我们从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天亮后就会很美的和美山 走了出来 重新回到有路灯 可以照亮果果的美丽的现代社会 路过一只在吃路边摊的猫 看出这边生态是真的好 连随便一只街猫 都比我辛苦喂养的小孩还要肥 再次走过夜景模式下的碧坛吊桥 已经没有了来时的恐惧感 就像我前面说的 要真正适应台湾生活 必须先走过一次碧坛吊桥啊 去捷印站的途中 穿过了一个百货公司 看到坐在按摩椅上休息的路人 内心正正鲜活 走吧 回家还得泡奶 喂奶 给两只洗澡呢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大家再见 喂